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卫sir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香港有没有所谓的三权分立 如果在《基本法》里面有写到三权分立 那就当然有了 很特别的 我们看看《基本法》里面究竟怎么写 在《总质》里面的第二条 它是这样写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照《本法》的规定 实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 没有了 在《基本法》里面的全文 都没有写到香港是行三权分立的制度 因为香港所有的权力 在哪里来呢 就是中央授权 既然在中央授权 又何来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呢 香港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会有三权分立 好 我们看看回归前 草委会究竟有没有谈过三权分立 是有的 但是报道是这样写的 他说草委会秘书长里后被记者问及 他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个人意见时表示 他认为不要再提三权分立了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但他强调 未来特别行政区的政制 仍然是小组一直提及的 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互相制衡和互相配合 很重要的 互相制衡和互相配合 但绝对不是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的名词 是由启蒙时代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提出的 政府论中说什么呢? 他说三权分立 即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国、国、家、权力 分别由三种不同的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 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学说和制度 重点就是在国家两个字 香港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香港绝对不是一个国家 香港是什么? 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所以没有所谓的三权分立 因为三权分立是指国家而定 这里是要以正视听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其实中央一直取态是如何? 香港人为什么一直提三权分立? 原因在哪里? 问题是香港究竟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我们看看《基本法》的总质第一条 就非常清楚了 《基本法》的第一条就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你说香港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当然不是啦 香港既然不是一个国家 又怎样会有三权分立呢? 这个真假由来已久 杨润雄带出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2011年的时候 教育局的网站里面 竟然有提出三权分立这个说法 应该以正视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香港根本就没有三权分立 这个是按照《基本法》里面 所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司法、行政和立法权利 但是完全没有提到三权分立 所以杨润雄出来回应是非常正确的 在2014年的时候 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马杜勒 竟然说《基本法》清楚定名 香港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三权分立的原则 这是错误的 在2015年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亦强调和回应马杜勒的说法 他说根据《基本法》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 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要说清楚一点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没有三权分立 特首是超然在三权之上 因为特首要向中央负责 其实再数回之前 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 还是主管港澳事务的习近平主席来到香港 他都提及香港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 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 而这个三权合作论 当时的确引起了一番议论 習主席已经很清楚表明了 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没有国家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 这么久以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论述 说香港是三权分立 其实非常之简单 就是有人有心地 把香港视为一个国家 而香港绝对不是国家 很多人希望透过这一点 误导香港 令香港有一个国家的规模 其实这样做 司马超之心 路人戒指 想破坏香港的稳定 想香港成为一个国家 和大家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不可能 未来也不可能 因为香港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要以正视听 令到大家知道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的 香港人被某些人骗了这么久 我们应该很清晰知道 香港现在的制度是在行一国、两制 不是两制而没有一国 很清楚表示出 我们香港人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教育一定要由基本做起 告诉所有香港人知道 香港不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之地 而是一个行政、司法和立法 互相协调、互相制衡的制度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下一代 被人洗脑洗得太久了 今次我很支持杨润雄局长的做法 以及我们的特首林郑月娥的说法 说特首有两个职行 一个是面对香港市民 一个是面对中央 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受人感迷惑呢? 因为是有人有意为之 我们很清楚 究竟香港人要走的是一条什么路 永远记得 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这里多谢大家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为止 拜拜